最新的消息是上海已经宣布 从13号的零时起 全市的疫情风险区清零 那现在大陆媒体上是充满了 羊了不可怕这样的论调 像那个防疫的工薰专家 钟南山就出来说 现在的奥米克戎就跟流感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他也主张是大部分人而言 感染了都不需要去医院 只要在家自行康复就可以 也不需要囤药 不少的名人 包括像万科集团的创办人王石 也是现身说法 说自己怎么样就在几天之内 自己的自育了 那现在外界主要是聚焦在两个点上 一个就是说冬季感染大爆发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医疗资源 是不是能够负荷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感染高峰的说法 现在已经有多位中国的这个领域内的专家 像钟明啊像张文宏 他们都预计这个感染的高峰 会在一个月之内到达 那另外呢 原中共疾痛中心的副主任冯子健 是估算第一波的感染率呢 会达到六成 也就六成人可能会被感染 而在医疗资源方面呢 就是现在在北京 像推烧药一些基本的药品呢 已经很难买到 或者就是价格非常的高 而中共国家卫健委的官员 焦雅辉则透露呢 中国目前是有13.8万张的重症监护床位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相当于每一万个人 只有一张的ICU床位 那唐先生您觉得这次像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也好 或者说感染的这个预期也好 您觉得为什么会突然解封 中国在这次解封之前有没有想到做这些准备 我觉得中共它其实突然宣布解放应当是三大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白纸运动 给这个习近平造成了比较大的政治上的压力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三年的清零呢 尤其是连续的在这种北上广深 这种一线城市由于疫情爆发 这些一线城市都是经济重症 那么对这些城市的风控 已经造成整个经济已经快要濒临崩溃的这样一个边缘 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在重庆是吧 重庆是实施了这种风控已经是大概是两个星期 但是呢它是全程静默 也就是全面风控的 但是在封了两个星期以后呢 你会发现就是重庆哪怕它自己官方所预报的这个数字 就是疫情每天新增的这个病例数 都是在直线往上冲的 都是这个就是并没有因为你风控了 就是疫情得到控制换句话说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部分的压力 就是这个疫情爆发压力 它最主要是到了这种冬春季本身就是呼吸到 这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它在这种时候 你其实是很难遏制住它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三大原因当时就是 中共它其实选择了一种被迫的 它不是说一种主动的 有所准备的有序的放开 而是在被迫 在这种危机叠加的前提之下 被动的一下子就躺平 一下子就松绑 所以呢它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共它其实并没有非常充足的这种在医疗设备 医疗资源包括治疗的药物包括疫苗的这个接种 还有就是像这种ICU的包括呼吸机啊等等这些医疗设备方面去做出足够的这种储备和 就是它的这种应对 因为这三年以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你会发现中共过去这三年来拼命的强调说这个病毒多么的可怕 和现在它一下子180度转弯它拼命的强调说这个病毒是多么的不可怕是吧 它的原因是一样的 它其实都是因为高度在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角度 来看待这次疫情在处理这个问题 之前它把这个病毒说成是非常的可怕 它是为了它的清零 它要去提供一个合法性 那么现在呢它因为在这种危机之下不得已要放开了 它为了要掩饰它的清零政策失败 为了掩饰它在三年把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了什么这个核酸啊 建方舱啊 还有就是这种封控啊保供啊 就是什么搞这个健康码形成码 就是它把资源全都投入到这些方面去了 而真正应该去投入的像什么医疗治疗药物 还有就是各种医疗资源这方面 它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去这种准备 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突然大幅度的松绑放开 它必然其实真正出现的我觉得就是躺平 现在中共政府所做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它还是真正意义上的躺平 那您刚才说其实现在的中共的这个放松啊 它是一种危机应对的一种做法 那是不是清零还没有终结 我不认为它把这个清零是彻底的放弃了的 就是在我看来 中共现在对清零的态度更准确的说 更像是一种休眠 它只是让它暂时的休眠了 它并没有彻底的放弃 因为清零整个这一套 中共这三年清零 它已经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 非常庞大的一套系统 对吧 从这个你看从这个核酸到这个行程码 到什么这个流行病学调查 其实它每一个这种措施的背后 都是对人群对社会的这种强有力的控制在加强 所以呢 其实它是通过清零已经建立起了这么一套 加强对这个民众控制的一个庞大的体系 它不会轻易放弃它的 也就是说清零本身 它就是不是一个只是单纯的出于医学意义上面的 所做出的决策 它本身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决策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更不可能说因为说是大幅度的松绑了这种风控 它就会把整个这一套体系全部都给放弃掉 我觉得它只是让它暂时的处在休眠状态 暂时退到了幕后去如此而已 对 嗯 了解 那郑先生您的看法呢 您觉得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认过错的 也从来没有听取过因为人民的就是反馈或声音去吸收人民的意见去进行修正 那您觉得未来清零政策在中共这边它会怎么样去处理 他选择的办法就是不提 你刚才讲的从来没有认过错 那一般是由下一任来认错 下一任上一任犯了错误 一般他是采取这样的办法 如果从六四和法轮功这些事件来看的话 也从来都没有认错 下一任也没有认错 因为这个已经他认不起这个错了 有的错他是可以认的 有的错他是认不起的 比如说反右扩大化 他可以这样的方式来认错 十年浩劫 他可以以这个若干问题历史决议 第二次历史决议的方式来认错 但是呢那是前面人的错 不是现在人的错 那么我觉得现在习近平还在认 几乎不要去设想 他会认这个动态清零是错的 能让你停下来就不错 那么我倒是刚才唐先生说的 这些动态清零的牵扯到很多衍生的 社会控制方案以后还都有用 但是动态清零我的看法是一群不凡了 一个是这个20条是标志 20条就让动态清零不可能 因为动态清零的核心工具就是全员核酸检测 20条就没有办法做了 那么新十条呢几乎可以说是躺平了 变化非常大 那么应该说动态清零在2022年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方案 习近平反复说要算政治账 他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方案 就是20大以前一定要坚持动态清零 20大开完了要逐渐放开 所以冯子健的说法 曾光的说法 各种人的说法都印证了这一点 冯子健说各地都在墙跑 所以没办法了 现在要放开了 但是他话音未落 新十条就出来了 那么曾光的说法呢 是这个未来五六个月 就是原来疾控中心的这个首席专家 他说未来五六个月会有巨大的实质性的改变 那也是指的就是入夏 冬春过去了 入夏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有足够的时间 给这个基础证和这个老年人 这些人施打疫苗 但是呢现在这个转型这么快 也可以 也应该说出乎这些专家的预料 我记得当时华尔街日报 是有个说法 说到2023年年底 这个彻底退出这个封控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世卫组织在这个月二号的时候 说大流行快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推力 就是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世卫组织 他要宣布全球结束 他会等中国 等中国能等多长时间 如果不等了 就是说全球已经结束 扩湖中国除外 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三方面原因吧 白纸革命算是一个动力 世卫组织的压力是一个动力 还有一个 就是各地财政已经吃不消了 要抢跑了 这是冯子健透露的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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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